有!我有! 大家有出門就會稍微畫一下蛋糕 有!有!平常上班的時候都會化妝 有!每天也都會化妝 可以讓自己就是過得比較彈性 因為希望別人看自己覺得漂亮或是比較青澀的 就是比較不要那麼嚴肅 我覺得他們是想要就是呈現自己最好的一面 去面對工作或是生活 因為我本身是業務性質的工作 然後每天都是要跟客人就是見面啊 所以就是化妝對客人的一種尊重還有禮貌這樣 一開始上大學的時候基本上都是素顏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身邊的朋友啊同學就都有在化妝 然後因為我本身是個沒有什麼眉毛的人 然後就覺得為什麼他們的眉毛可以有那麼多種樣子 然後看起來那麼濃像 然後我就想說 欸!那我自己來幫自己畫一個不一樣的眉毛看看這樣子 然後畫了眉毛之後覺得 欸!好像可以再多一點什麼粉底啊 然後畫粉底之後 欸!那畫個腮紅好了 塗個口紅 然後就點上東西越來越多 對! 應該是為了就是交際吧 讓我們別人更容易注意到自己 然後也會比較就是看起來很友善啊 或什麼就會在交際上比較容易 可能算是一種禮貌吧 除了都是硬性規定以外 應該有些是覺得這樣會比較自信 女生天生會有一個會被美心 然後會想要呈現自己比較美好的一面 嗯哼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天性吧 有!我有聽過 有!有大概聽過 有!最近有吐過 喔!有有有!最近有聽到這個詞 有稍微聽過就是網路或是身邊的人有提過這個東西 我覺得性別都是平等的 每個人都有權力可以選擇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 嗯! 對我來說我覺得 女力主義 是 一個女生 她可以自己決定 什麼東西對她來講是好或不好 嗯! 或不是透過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或是各種表情來告訴她說 欸!這個對你是好那個是不好 或是你什麼時候該完成什麼事情 你該要追求什麼 對! 對我來說就是 一個女生她今天想要 有穿什麼樣子 或是她的 或是她的長相 身材 褲色 或是她的人生 有什麼規劃或追求 那應該都是 她跟她自己的事情 嗯! 而不是她需要去跟別人交代 或是因為外面的聲音 讓她覺得 懷疑自己 覺得自己不夠好 台灣女性就是在以前比較沒有自信一點 然後就是會很盲從的供水流行 然後想要達到社會那種標準 就是那樣子的好看的模樣 然後男性也會對於女性有一些刻板印象 然後會導致說變成是開皇家的對象 那都是總統的不尊重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因為有這種現象 才會導致現在女力的崛起 那我這樣 覺得這樣是蠻好的 所以才會說 現在有的女生就是會開始重振 然後也有很好的成就 然後也有自己創業 然後就是很堅強獨當一點這樣子 跟以前比的話 現在是有這樣的進步 其實我覺得也不要太去強調 女力好像就是女強人等等 其實我覺得女力只是 在鼓勵女生要去展現自己的魅力 那我覺得魅力這件事情 它其實還蠻重要的 不管是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上 我覺得女力有點像是 就是從內而外是比較 比較柔一點的 但是又想要展現自己的那種精神 我覺得女生存在還蠻重要的 因為當然就傳統有傳宗接代啊什麼 還有一個我覺得女生其實 它有一塊是男生所沒有 它其實就是很溫柔 女生比較柔軟 那其實溫柔也是一種力量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社會上 我覺得女生的存在其實是還蠻重要的 我想跟男性一樣是相對等的存在 那它不屬於 它不附屬於男性 但是可以跟男性一起協調 怎麼樣讓兩性更平衡 讓對方的生活 讓自己的生活 可以更海闊天空 但是又互相都可以做到 彼此的責任義務該做到的事情 對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橋樑 就不管是人跟人 或者是家庭跟工作 女生其實在說話上 就是比較潤滑的 比較圓潤的 因為家裡除了我之外 上下都是男生 對 就會變成說 很多父母想要告訴我 哥哥或我弟弟的事情 會經由我去說 那或者是我哥哥跟我父母 處得不來的時候 也是經由我去調和 那我覺得 我是一個女生 我自己覺得我在家庭裡 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覺得女性呢 就像是水一樣 大水缸或者是 就是一個大水坑 就像一粒沙滴進去 它都會產生波動 女生就是這麼敏感 對所有事情的覺知是很清楚的 那石頭我覺得 它就比較像男生 那男生呢 它是一個很紮實的 然後它是一個很 很有形體的 那女性的力量 它也是比較無形一點的 可是 女性力量雖然無形 但是它很堅強 它非常的強大 所以我覺得 女性因為它沒有一個 固定的形體 所以它可以包容 然後但是同時 水它是非常有力量的 一個石頭 它的體積越大的時候 它的力量就越大 可是當它的體積越小的時候 它力量就越小 所以例如說 你用一個棍子去打一個小石頭 你可以把它打飛 你打大石頭可能打不飛 但是水呢 不管它多少 你沒有辦法把它全部打飛 你只能夠打散它的一小部分 所以我覺得 對整個家庭或是社會來講 它算是一個安定力量吧 我想要摸摸自己的頭說 你其實到現在為止 你至少要把自己照顧好 你已經做得還不錯了 嗯 鼓勵自己 對 鼓勵自己 想要跟現在的自己說 不好 不完美這件事情是 沒有關係 是很正常的 嗯 然後希望自己可以 放輕鬆一點點 不要 呃 那麼容易緊繃 然後 享受快樂的同時 也可以照顧到自己 負面的地方 感謝十年前的自己 哈哈 不要愛你現在 沒有關係 想要跟以前的自己 前兩年的自己 就是 說 那時候自己很勇敢的做了 去大陸讀研究所這個決定 然後導致現在讓自己 算是更明確的 照自己的方向 然後也更 勇敢吧 嗯 因為二十幾歲嘛 然後我覺得這個年紀 其實就很容易瘋狂 就是不管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都還是會 有很多的 就是不安全感 嗯 但我覺得就是持續去努力 自己的那一條路 然後在那過程裡面 去思考 那我覺得就可以度過這一個 就是很狂恐的時機 嗯 我希望 現在自己在空閒的時候 不要過得那麼蕊蕊 就是不要 跟一般大學生一樣 就是都 無所思思 或是都在玩樂 能做一點 就是充實自己的事情 跟充實生活 就希望能夠按照自己的安排 然後就是繼續把現在應該要做的事情做 就希望自己是個 就已經獨當一面 就是走在自己想走的路上啊 就是一個獨當一面 人才 希望 希望 再到三十歲 中間的這些過程 我能夠 就是 接受 也 喜歡自己 所有的選擇 就是不管他是好的 或是壞的 嗯 然後也對 這個選擇都負心得認 希望可以 成為 影響有多的支持 就是 在 決定自己可以更果斷 然後 自己可以更勇敢 然後更堅強 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所謂的未來 或是 自己的人生啊 就是 你當下的 每個選擇 所 建構而成功 所以我會 呃 好好對待自己現在的每個選擇 然後很期待 見到 十年後 自己變成了樣 加油 呃 讓自己的家庭 還是個體 都能 過得很好 然後 不管是未來 有沒有成家立業 然後 我希望能在 家庭裡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不管是母親 還是妻子 甚至說我沒有成家立業 我也能 經濟獨立 然後養護自己 這樣子 對 可以持續有好的習慣 就是 比如說我現在很愛美動 那十年後 我還是要持續 這個好的習慣 然後也要不要忘了 當初的 然後 你可以再多學習一些新的東西 過道 學道 買第二間房子 自己住的啊 或者加上有家庭啊 就是 給自己設定十年後的目標 繼續存錢 對 其實沒有辦法完全設想十年後 我是什麼樣子 可是我覺得 我會很期待 呃 走到那一天 看到那一天的自己 希望 體力維持在現在 哈哈哈哈 然後 呃 當然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那也是我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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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愛的 你不在餐廳 你會不在餐廳 你會不會太多人 你會不會太多人